超過1億人的一個確診 外國人沒有必要的禁止入境 這可怕至少要到2月28號 應變的計畫就是22號到28號 是壓力最大的高峰期 因為大家趕著春節前板台過年 所以我們用非常嚴的標準 再來就是防疫車隊 之後防疫旅館也感謝檢疫所提供 我們也都配合指揮中心 也謝謝指揮中心的指導跟支持 謝謝 我們因為警察同仁自己也是在 執行這些工作 他們有沒有人去過布桃等等 我們7萬多個將近8萬個警察 全面的做普查 那總共有38個人是有去過布桃 那其中我們已經20個人是居家隔離 那有18個人是自主管理 你把整個警政系統跟消防在這一部分 全部都做相關的普查 警政署相關警察同仁 對於鎖住國門對於追蹤 學習各方面盡心盡力 而這一次布桃發生的感染事件後 大家戒身恐懼 大家口徑都一致 對國人同胞的呼籲也都明確 另外難免有極少數的國人或者外人 違反指揮中心的要求 地方衛生局開的這個划單 還是需要行政執行署來執行 那這個一定要到位才能展現政府的決心 我們不是在乎那個花金金額入庫多少 而是藉由這樣以警校友 會做豬瘟也好不容易守住兩年多了 昨天我特別到郵件處理中心 那這裡面到現在還有人 也是沒有繳清罰單 那這個執行力也要盯住 也要貫徹 不但這樣還請要繼續努力防疫 春節將到我們超前部署 事先對於防疫旅館 防疫車隊會相關 韓國公司等討論出相關應該有的分工跟合作 在昨天已經度過 真的只有超前規劃部署跟合作 才能一關一關過 繼續衝繼續拚 國家繼續向前進